一般亚洲女性胸脯都较为平淌 丰满女生多是肥胖者 其实平胸并不意味于美绝缘 可以采取视觉扩张法 视线转移法等穿衣方法 让平胸的女生也有更多适合的衣服可穿 让自己更自信 选择服装中在胸前凸起的装饰物 皱褶、花边、蕾丝、图案等 或有腰折的款式 或是上衣的口袋 比如男友风寸三、牛仔寸三 都有丰松效果 通过上宽松、下紧身 来凸显下半身的优势 从而对比出有腰线的感觉 利用多层穿衣来制造层次感 上衣多层叠搭配 平胸女生可以下衣东穿 内衣外穿 最好上衣上层叠加厚薄搭配 比如打底衫配针织开衫或短外套配围巾 从视觉显得上身宽松丰满 避免只穿单届紧身衣或裹身的服装 穿胸折或腰折收腰和束腰 公主线的服装 在视觉上显得胸不丰满 露肩、靴肩配和厌边装饰的款式 是平胸女生的首选 模糊焦点的同时 还有蓬松遮挡的视觉效果 一举两得 可以配牛仔裤、牛仔短裙、 牛仔短裤、九分阔腿裤和A字小短裙 平胸女生如果有酸长腿 适合没有腰线的直升H型连衣裙 外搭马甲或针织开衫 中床款的A字半裙 配矿松的上衣 选大腿中部以上的长度 就可以显腿长 凸显腿部优势 要想让小胸看起来很丰满 浅色系领口部位 有皱褶或丝带的蓬松设计连衣裙 可以改善娇小的胸部 穿合体 应用各种花纹图案或英文字母的T恤 都是丰胸的款式 高领衫 瞬间那里胸变大 领子越高 显胸效果越明显 面料轻薄的紧身款显胸大 身微领可以大方的穿起来 无需眼长和自卑 先学会爱上自己 平胸加自信 就会特别美 对平胸的女生来说 上胸身下宽阔的高腰单品 也可以凸显腰线 无论裙子长短 宽阔的裙摆和高腰是必备元素 选择 选择不同深度的同色系色彩搭配 选用蓬松厚实的粗反面料 穿各种图案花色的服装 特别是圆点图案 优美的曲线图案 更有风胸效果 花色的膨胀感增加锋满感 避免松松垮的宽大服装 会掩抹胸部 使其更平躺 宽大的服装 尝试腰间细一条腰带 束处腰型就好看多了 搭配有厚度的披肩 可以成功地掩饰 胸肩疼 上处的任何缺点 利用围巾和项链搭配 层叠穿法 能够在胸脯叠加出 足够的厚度和蓬松感 分散了对胸脯的关注 用亮丽的色来点缀 比如利用小红包来点缀 平胸女生还可以参看 下胶型身材如何穿搭 这一节的内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